受到中黨政政的影響 美國標現不好 影響就今天台北國四個飛機 台北早半月六六百零五點 收到一萬九千九百零一點 但這點是六十八塊 收到七百八十八塊 另外說到這新台幣 換美金 上級六九來九六三十四塊 半月是這半年來上次的紀錄 包冰幾片車一車 島主寧是很煩熱 因為受到中黨經典的教肆驗館 加上半月美國收到 連帶影響台北國四十八 還有一回跳空開機 包冰千塊黨都落 未算稍稍後 以來一波大豆沙 只做不到花千塊錢 又稍稍兩萬點 上級賣到一萬九千八百零四十四點 六六百零五點 未賣在價錢買賣進出的情形之下 總共收到一萬九千九百零一點 六五百零四十七點 從下這十八個月以來 還有一天落上座 台北市達前發一條八千萬 華國新山台車電收跌七百八百零六十八 市達薑水四千六百六十八 有三千萬 那加上鋒海跟聯法庫 台北政三大款大國 後一天的市達 總共剩下六千二百四十一億 美國股市的部分其實四大指數都已經先後破了季線 如果說美國股市沒有止跌的話 我們也不排除就是說大盤指數會往季線來更跌 經濟政教授的通計 故事十六個一天 華主就不會超三八百零二千五百萬 創下今年第三大紀錄 在華主日前提出的情形之下 除了台北大陸 新代表換美金 剛才也以32.39元開出後 一路繼續下去 在坐坐比善資金約一位美金 也有回美金的會背相受很大的壓力 除了一票 韓元繼續探地 新代表也落花32.5元換一塊美金 創下八年來的成績記錄 如果美金的話延遲它的一個降息 美元的話持續的一個走揚 帶動的一個美債利率上揚的話 那當然美台之間利率不斷的擴大之下的話 更會加劇市場上去擁抱美軍而拋棄台幣 南優中表示 台幣變部對包括兩萬億 金色三億 萬物料更提電動的三億進口不離 因為要用更多台幣 才能為外國進口這些產品 在美國經濟中 動彈關係緊張電動的因素之下 米金跟五金都很做比善的方式 和上午日空進前 充滿政治因素的不比較定性 代表恐嚇死的越來越無 記者 總罕不得